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到顿伦敬问是大道 鲜血存尘是大德 这两句话 它的含义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了 事出世间的学问 总的来说 就是让我们了解 一切众生的关系 特别是与自己的关系 然后你才会做人 才能把这个 与一切人和谋相处 与一切众生和谋相处 真正能够做到宇宙的和谐 这是信的圆满的流露 人为什么会造业 就是迷失了自信 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 不知道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尤其不知道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很容易得罪天地鬼神 如果人要跟天地鬼神两个去斗 人可以战胜一世 可以能够有个十几年 一二十年的胜利战胜了 但是以后的果报 是无量界的枯出 佛经里面讲 刀头是蜜 这个比喻一点都不错 蜜很甜 在刀刃上你用舌头去舔 舔头尝到了 但舌头割掉了 不知道自己所惹来的祸害 将来所受的苦报 是以戒数算的 你今天能够战胜三五年 你将来的罪受罪 恐怕是要三五戒 甚至有三五十个戒 三五百个戒 那就看你的居心 你用的是什么心 心要是非常狠毒 不得了 果报 非常凄惨 所以顿轮尽分 释出世间 神人教导我们 比什么都重要 心血存尽 这是自己的大德 要真正改过 改过是要忏悔 忏悔是决定不再造主 那叫真忏悔 忏悔之后再造 那个忏悔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世间人 修忏悔法 不得力 他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 他没有真诚心 所以把虚伪心 转变成真诚心 这叫真忏悔 现在我们接着 看底下这一句 笑词至愿是大心 无上菩提是大构 道德要怎样落实 祝福如来 教给我们是道德了 道德要落实 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 菩萨慈悲也 给我们做榜样 为我们做示范 所以 佛经里头常常说 诸佛如来 所表的是信的 诸菩萨所表的是修的 信修不二 信跟修相应 修跟信相应 信修是一不是二 这才能成就自己的道德 那么第一个呢 是孝道 道德落实 在孝里面 所以孝称为道啊 佛法在中国 是以四大菩萨为一代表 今天在中国 江泽民主席讲三个代表 我们佛法是四个代表 地藏菩萨代表孝 观音菩萨代表慈 文殊菩萨代表智 普贤菩萨代表愿 四个代表 我们要认真努力地学习 孝这个字 前面跟诸位讲得很多 这个字是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里面含的意思 声光无尽 孝上一半是老字 下一半是子 它的含义 就是上一代 跟下一代是一体 是一不是二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过去无时 未来无踪 这是一体 那从这上面呢 我们就想到 这个体是什么 这体是法神啊 这个体是宇宙啊 并伐界虚空界 摄放三世 确确实实是一体 什么人证得呢 法身菩萨证得了 诸佛如来 证得了 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凡夫 为什么称重凡夫 凡夫迷失了自信 不知道宇宙的真相 完全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那在大成教里面来讲呢 真正是 真正是胡作妄为啊 因此 人不能不受教育 众生不能不受 神贤人的教化 如果不接受教育 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 间接行为 决定是错误的 错误的思想 隐形 就会做出错误的行业 就会招来不善的国报 所以山土地狱是自作自受啊 不是别人做给你受的啊 在《早年讲经》 我曾经举张恩太炎的例子 讲过很多遍呢 张恩太炎去参观地狱 见不到 他才恍然大悟 地狱不是阎罗王建造的 如果是阎罗王建造的 一般人应该可以见到 不是 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 你没有这个业 你见不到地狱 地狱在你面前也见不到 所以《地藏经》上讲 地狱只有两种人能见到 一个是菩萨 一个是造作地狱罪业的人 他就受过报 菩萨到地狱里面是教化众生 不是这两种人的时候 你肯定见不到地狱 你肯定见不到地狱 所以古往今来 多少大德常常提醒我们 自作自受啊 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 决定不可以怨天有人 自己的夜报嘛 怎么能怪别人呢 那么这个只有接受神仙教会 明白这些四里 他心是平静的 心平静 生智慧 这个人就有福报了 第二个字是慈 观世音菩萨所代表的 大慈 大悲 慈跟我们世俗人讲的爱 是完全相同的 是完全相同的 那为什么佛法不讲爱 要讲词呢 这个里面 同中有义 义在哪里呢 这个爱心呢 要是生于智慧的 就叫做慈 爱心呢 要是生于感情的 我们就叫它做爱 所以爱是无常的 是会变的 今天爱你了 明天就恨你了 我们在这个世间看的很多 所以你看看 这个年轻的男女相爱 结婚了 没过几天 听说他们离婚了 知道 那就是变化太大了 所以世间人家爱 我们听了一定要觉悟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它有变化 它是无常的 佛法里面 佛菩萨对一切众生这个爱是真的 永恒不变 所以换一个名称叫慈悲 此是永恒不变的 此是永恒不变的 佛菩萨造无利食物的罪业 佛菩萨对他还是慈悲 慈悲没有减少好分 这个了不起 所以得罪佛菩萨没有关系 麻烦在哪里 麻烦在护法神 护法神可绝对不饶你 因为护法神他不是佛菩萨 多半属于天神 他气情无欲美断 换一句话说 他烦恼稀奇美断 得罪这个佛法 障碍一切众生的 学佛的机缘 果报都是护法神 再找你麻烦 绝对与佛菩萨不相干 佛菩萨说老实话 从来不会齐心动念 佛菩萨要齐心动念了 那他就是凡夫 他就不叫佛菩萨 他在顺利静缘当中 不会齐心动念 我们常讲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止住 这是佛菩萨 这是真正知悟的人 但是护法神可不是这样的了 护法神你护持佛法 他欢喜 他保佑你 拥护你 你要是摧毁佛法 他就来报复你 所以报复是护法神的事情 那护法神究竟怎么个做法 佛菩萨也不起心不动念 随他去吧 别问佛菩萨 佛菩萨一定告诉你 随他去吧 这个离根寺 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白 那么 在现前 这个大时代 这个大时代是 这个大时代是讲 贤劫 贤劫 有千佛出世 这是讲这一个大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 是千佛里面的第四尊佛 下面第五尊 是弥勒菩萨下身实现成佛 总的护法神是维托菩萨 是维托菩萨 维托菩萨负责 互持这个贤劫千佛 这是总护法神 护法神的总司令 所以我们这个道场里面 没有布供 委托尊天菩萨的 这总护法神的 而委托菩萨 护法功德大了 所以千佛最后一尊佛是谁呢 就是维托菩萨成佛了 最后他成佛了 那么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我们理解它是 是从自信般若智慧里面 流出来的大爱 不是从别地方来的 完全与信得相应的这个慈悲 所以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个大爱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 对于一切众生的爱护 没有条件的 同体大悲 悲是怜悯一切众生 他为什么连绵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跟我是同体 是一体的 就像我们这一个身 我们哪个地方痛痒了 一定去抚摸 为什么 同体 这个道理与四世真相 一般人迷失了 不知道这个虚空伐击一切众生 跟自己是同体 不晓得这个道理 真正明白 晓得了 这个大慈悲心自自然然就生起来了 第三个字是智 文殊菩萨代表智 智我们在后面有个简单的诸解 四世六度 这是智 在《华严经》里面 文殊菩萨代表十波罗蜜 六度展开就是十度 《华严经》的行法 就是修行的方法 是以文殊菩萨的施波罗蜜 跟普贤菩萨的施愿 这二十条 就是《华严修行》的总纲领 总原则 不施没有智慧 他不会不施 诸位都晓得 不施是修佛 佛根治是不能离开的 没有智慧 他怎么会修佛保 真正有智慧的人才懂得修佛 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波罗 都是属于智行 就是智慧的得性 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四世法 四世法非常重要 佛自己当年在世 给我们做出表率 做出榜样 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往来 所以四世法的布施 跟六度的布施意思不一样 六度布施 是将写 是将放下 布施波罗蜜 波罗蜜是究竟圆满的意思 布施怎样才究竟圆满呢 把自己的坚贪布施掉了 所以布施的目的是断坚贪 坚贪是烦恼的梗 持戒是断自己的物业 忍辱是断自己的诚慧 仅仅仅是断自己的懈怠 缠定是断自己的散乱 伯若是断自己的愚痴 他都有对象的 果然把六种障碍 六大烦恼 通通断掉了 这才叫六度 才成就圆满的功德 那么六度的四 要落实在对人对四对五 那用什么样的心态呢 佛教给我们四师 所以四师的布施范围很小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 就是请客送礼 人与人之间往来嘛 礼上往来啊 这个是四师法了 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 就是公共关系法 交际法 谁与人之间交际 这个交际从最小的夫妻 夫妻懂得四师 彼此能够行六度四师了 夫妻好货啊 这个家庭会兴旺啊 小小的这些 礼节 礼节不能舒服啊 夫妻之间 兄弟之间 朋友之间 亲属之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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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故应当送一点小礼物啊 啊 常常常能在一起聚餐 感情才能够融洽 啊 误会才能够消除啊 啊 人与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会产生误会 彼此很少往来 啊 啊 那么先 特别是现在的社会 非常不善啊 再有很多人造谣生思 于是产生了误会 如果常常往来 误会就不会产生了 嗯 过去 我们 跟韩广长相处三十年 啊 韩广长 最大的智慧 最大的德行 他追踪谣言 他不是轻易去听了 你在他面前造谣生思 他点点头和你 嗯 很好很好 你告诉我 你走了之后他掉了 这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啊 绝对不是听信 这一招厉害啊 所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 惹死生非 啊 没有人敢敢在他面前造谣 他会追 你说哪个人说的 他会把那个人找来 是不是你说的 你怎么说的 一个一个追 追到最后 然后问你 你用意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造谣生思 追根到底啊 所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造谣 三十年我们活目相处啊 道长太平无私啊 得利于智慧的领导 啊 哪里会轻易听信耀眼啊 啊 这是我们 要学习的 要懂得的 啊 啊 这些事情 天天会遇到 常常常会遇到 这个人跟你说 那个不对 那个人跟你说 这个人不对 啊 放在心上 你上当了 你被人欺骗了 啊 听到之后什么 若无其事 啊 我追不追呢 我不追 啊 又为什么呢 我不管死 不管人 我追他干什么 啊 啊 过人造业 过人受保 过人因果 过人负责 啊 这是我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 我绝对不去调查 我也不去追究 啊 但是 他是一个道长负责人 这个调查追究 那是应当的